16年前呢,苹果电脑的舞台上曾经乱入过一个大白 不过这个大白手里呢,不是铜嗓子用的棉签 而是一块用来做芯片的晶圆 当时穿着无神服的英特尔CEO欧德宁呢 把这块晶圆递给了苹果CEO乔布斯 俩人大手一握 搭载英特尔X86处理器的苹果笔记本 就开始刷刷刷发货了 整个个人电脑市场也就彻底成了X86架构处理器的天下 不过呢,盛机而衰,乐机生悲 危机的种子常常就是埋在急剩之时 就在这段蜜月期,苹果呢 还看上了英特尔的一款低功耗X86处理器 就提出来了想合作,说自己呢 正在做一个小玩意儿 能听歌,能打电话,还能上网,感觉能成 结果英特尔呢,觉得这玩意儿成不了 自己的X86处理器在个人电脑市场 又如日中天,就没点头 结果,这个小玩意儿就是后来的iPhone 而iPhone转头选择ARM芯片 这件跟电脑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却又在十几年后的个人电脑市场 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 甚至一直偏好X86架构的Linux系统创始人 也在今年呢,把随身笔记本 换成了ARM架构的MacBook Air 当然装的呢,还是Linux系统 大朋友们请坐,好看的小小弟小小妹儿也请坐 芯片处理器,大家都知道 今天呢,咱们就落了处理器的两大架构 X86和ARM的前世今生 恩怨情愁 当然了呢,还是讲人话 得让我爸都能听懂 行,那咱们就开始 首先这个X86架构,ARM架构 到底是啥意思呢 X86,ARM都是指令级架构中的一种 咱们用电脑的时候呢,用的是软件 软件运行靠的是底下硬件的支撑 咱们在电脑上算一个柿子 最底下其实是硬件电路 在那儿噼里啪啦的一会儿通一会儿断 而指令级架构呢,就是软件和硬件 中间的一套规则 作用呢,就是把软硬件分离 比如说有一套指令级里 包括了加减乘书法 那下面的硬件就得把这些 基本指令的电路做出来 然后上面的软件呢,就得把柿子拆分成 基本的加减乘书 做到这两点,软件就能在硬件上跑了 而且软件呢,不需要知道硬件是啥结构 硬件呢,也不用知道软件到底是想干啥 一条条执行就完事了 这样一来呢,软硬件的通用性 就有了质的卑越 指令级概念出来之前呢,换个电脑型号 原来用的软件就得重新写 有了指令级之后呢,遵循同一套指令级的 所有硬件设备 只要是用这套指令级写出来的软件 就都能装进来运行 1964年的IBM System 360大型电脑 是第一款用上了指令级架构这个概念的计算机 当时的卖点呢,就是换了更强更新的硬件 软件呢,不用重新写 也就是说一家小公司可以先买一个小型电脑系统 然后再根据业务增长来升级硬件 而原来的操作系统和软件都不受影响 还是能正常用 今天这事呢,是自然而然的 但对那个时候的人来说,这玩意太溜了 靠着指令级架构 实现了软硬件分离的System 360 不仅干掉了IBM自家的全部五条产品线 还拿下了创纪录的市场订单 等到IBM进军个人电脑市场的时候呢 指令级架构这个概念自然也就延续了下来 1981年,IBM发布了自家的第一款个人电脑 IBM 5150 在市场上大获成功 销量呢,达到了IBM预期的8倍 这儿就该今天的主角之一登场了 IBM 5150的处理器 选择了英特尔8088 而这款处理器呢,实际上是更早的英特尔8086处理器的阉割版 8086才是完全体 只是价格更贵 所以IBM选择了8088 IBM 5150的成功 带动了个人电脑市场的蓬勃发展 为了保持兼容性 接下来的历代处理器呢 也都用了同一套指令级架构 新处理器的命名回归了8086序列 被叫做80186,80286,80386,80486 而这套延续至今的指令级架构 也就被叫做了X86架构 这儿呢,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 5150制八个人电脑市场的时候呢 IBM在计算机产业的话语权是很大的 但他心里还是挺慌的 他当时就合计呢 你说现在我这么牛 是因为现在电脑不好装 可是我搞了指令级这套东西之后 硬件都通用化,标准化了 再过几十年,搞不好呢 随便来个小年轻都能自己装电脑 那我不就把自己玩成小老弟了吗 这么一琢磨 IBM呢就决定打压处理器厂商 因为装机难度降上去之后 处理器的技术含量就是最高的了 最容易发展成计算机产业的大哥 把自己给顶下去 当时IBM呢就要求英特尔 把X86指令级授权给其他厂商 其中就包括今天的AMD 现在来看呢 IBM的眼光还是可以的 但在历史形成面前 他这招呢没起什么作用 不仅没逃过成为小老弟的命运 还把大哥变成了两个 不过呢也正因为 X86阵营的两个大哥长期竞争 当真正的异族兵临城下的时候 才没有因为长期安逸而一败涂地 这个呼啸而来的异族军团 就是ARM指令级架构 X86和ARM的核心区别 就在于X86是复杂指令级 而ARM呢则是精简指令级 这时候呢就有小老弟跳出来要提醒我了 林哥你要这么老 咱马克就听不懂了 确实精简指令级和复杂指令级呢 是个挺深的技术概念 咱们呢就用乐高积木来类比 首先给早期计算机写程序 程序员真的是要直接去使用 指令级里的基本指令的 如果把写代码比作是写大积木的步骤 那精简指令级提供的 就是一个最基础的积木块 而复杂指令级提供的 则是一些拼好的积木团 那很自然 把积木团拼起来的步骤肯定更省 代码也就更短 不仅更好写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 在那个年代这样呢还更省钱 运行程序的时候 这些拼装步骤要存在内存里 80年代初64KB内存就要500美元 多跑个几千条指令 那可能就要多花几千块钱 甚至有时候呢 内存还可能装不下 所以对早期计算机来说 直接拼积木团 步骤更少的复杂指令级就更吃香 X86指令级架构呢 诞生于70年代末 流行起来是80年代初 那时候就能受欢迎的 自然就得是复杂指令级 不过今天的程序员 已经比老一辈程序员幸福多了 内存虽然也不便宜 大概40年前比那真是白菜价 而且写代码 也不用再从基本指令写起了 直接大块大块的积木往上拼 这个呢就要感谢编译器 编译器干的事呢 就是把程序员用的这些大积木块 自动拆碎 自动给出把他们拼起来的步骤 一代代工程师的智慧凝结在一块 今天的编译器效率已经非常高了 所以也很少会有程序员 会去和前面那些基础的积木团块 打交道了 这样一来呢 复杂指令级带来的编程速度 和内存成本上的优势 就没那么明显了 这时候就有比较懂行的小老弟 就想提X86的性能优势 但这一点呢 其实没那么肯定 前面说复杂指令级 直接提供拼好的积木团 乍一看好像速度更快 但有一个问题 你拼这些大积木团 也要花时间 拼基础积木块的步骤虽然多 但每一步花的时间也更短 更溜的是呢 由于每个基础块的拼装时间 都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同时拼好几块积木 同时开始同时完成 时间呢一点也不浪费 这效率就是成倍增加 这就是精简指令级的流水线机制 复杂指令级就没法这么玩了 这些积木团有大有小 有的拼起来快 有的拼起来慢 我要是同时多拼几个的话呢 每一步都得等最大的那块拼完 先拼完呢就得赶等着 这就造成资源浪费了 所以复杂指令级 虽然可以直接操作积木团 但一对上让精简指令级 效率倍增流水线 那就还是比不过 实际上80年代末 有一些基于精简指令级架构的处理器 性能可以吊打X86处理器 连英特尔和AMD 都开始做自己的精简指令级处理器 但因为X86生态已经成型了 所以精简指令级 并没有快速支霸市场 精简指令级的处理器在想 能给X86电脑开发程序吗 能运行基于X86指令级的 各种工程模拟软件吗 答案都是不能 而且当年英特尔和AMD的工程师 也都不是等先之辈 到了1995年 英特尔在奔腾Pro上 搞了一个对标流水线的机制 让复杂指令可以高效的拆成 一系列执行时间相等的微指令 这样X86就也能玩流水线了 于是性能劣势就被抹平了 接着基于X86指令级的 Windows95和Windows98两款操作系统 又在个人电脑市场直接杀疯了 所以到这 Wintel联盟就把X86架构的底座 住了个结结实实 实际上咱们看X86架构的成功 还是离不开历史形成 前面说 早期计算机还就得是用复杂指令级 代码写得快 还能少用点昂贵的内存 就因为这个早期优势 于是IBM5150就选择了英特尔的8088 还火了 于是80186286386就一路高歌猛进 还跟Windows勾得上了 于是整个个人电脑硬件生态 就都围绕着X86架构建立了起来 所以X86的成功 尤其是后来的地位 靠的是这一路积累的历史优势 并不是什么理论特性 有的朋友可能会举出来 X86后来加入的AVX指令级 认为AVX加速离不开复杂指令级架构的理论特性 但它其实还是属于X86的历史优势 AVX主要是给向量计算加速 精简指令级也可以很方便的用软件 编写复杂的向量加速指令 但是有写的必要吗 当年科学计算软件 工程模拟软件都在X86上 如果给精简指令级架构 做一套这样的东西 谁用呢 然后当X86上的这些软件 都用上了AVX加速之后 想让他们再针对精简指令级改一套 那就更难了 编程领域一直有个说法 如果一个东西能用 那就别轻易改 因为复杂代码内部的逻辑关系 错综复杂 改一行代码 大概率呢 就会有其他的某个地方崩掉 所以很多工程类软件 就被牢牢的绑在了X86架构上 一换其他架构 即使能跑起来 也明显慢慢接 但这其实呢 并不是X86的理论特性决定的 归根结底 靠的还是一路积累下来的历史优势 实际上X86的理论特性 反而藏着一个隐患 就是复杂指令机里面的复杂这两个字 精简指令机处理器 直到最近这十几年 才拿到最先进的制程工艺 和X86正面对标 而这个隐患 也就在这段时间才显露了出来 那这个呢 咱们还是先回顾一下 精简指令机这边的历程 80年代精简指令机处理器呢 也同样在发展 像惠普 摩托罗拉 甚至前面说英特尔和AMD 都做过精简指令机处理器 ARM这个今天最有名的 精简指令机架构 也是在1983年就开始研发了 但由于在市场上 一直没掀起什么浪花 所以呢 也一直劳不着顶级支撑工艺 不过呢 当故事走到开头英特尔 拒绝给苹果做手机处理器那一段 半导体产业聚变的大幕 就缓缓拉开了 前面咱们说早期计算机 选择了复杂指令机架构 于是X86成了 而这一次 历史形成 站在了使用精简指令机的ARM这边 智能手机崛起 距离个人电脑的诞生 已经又过了30多年 这时候当年复杂指令机的那些优势 就都已经无足轻重了 内存已经很便宜了 编辑器也已经相当成熟了 X86的历史优势 智能手机也用不上 早期智能手机 没有运行电脑软件的需求 不过X86有一个好 就是被英特尔独占的先进制程工艺 这两年咱们落ARM大债X86 有时候会过度关注 指令机架构的区别 却忽视了制程工艺的重要性 制程工艺 就是咱们经常听到的 5纳米、7纳米、14纳米这些 有时候咱们会说 某个指令机架构更好 实际上可能只是 它的产品用的制程工艺更好 关于复杂指令机和精简指令机 孰有孰烈的争论 从80年代开始就没消停过 在1995年 英特尔给奔腾Pro 加上复杂指令拆解之后 X86和ARM架构本身 就算不上是敬为分明了 2013年和2015年 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 发表了两篇论文 结论就是剔除了 制程工艺操作系统这些外界因素之后 处理器的性能和功耗 其实和用的是复杂指令机 还是精简指令机 没啥关系 那咱们把视角倒过来 也可以说 X86和ARM两大阵营比拼的 反而是操作系统和制程工艺 英特尔在制程工艺上 占据了很长时间的优势 为X86的领先地位 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但接下来 半导体历史上 值得反复玩味的一幕就出现了 苹果找到了当时 能把电路结构做得最细的英特尔 结果英特尔没看上苹果的手机业务 错过了这份大理之后 历史形成就开始无情地向前推进 iPhone最终选择了之前 做牛顿手写板时候用过的ARM架构 起初用的是三星的ARM芯片 从iPhone4开始 改用自演的ARM芯片 当然智能手机也不止苹果一个玩家 但高通 三星 包括华为 在处理器上都选择了ARM架构 而X86从错过iPhone之后 就一直没进来 于是整个智能手机市场 就都涌到了ARM架构这边 为全球市场大量生产ARM芯片的台积电 也在充裕的研发资金支持下 开始了制程工艺的快速推进 然后质变就发生了 2017年左右 网上开始出现 关于台积电制程追评英特尔的一些讨论 而同样是在2017年 英特尔不再公布芯片中 晶体管数量的官方数字 反倒是苹果从大概1314年左右开始 年年公布A系列芯片的晶体管数量 到发布M系列电脑处理器的时候 更是三分钟内 必甩出一张大号书写晶体管数量的PPT 这个数字本身意义并不大 多算点少算点都差出来不少 但它背后确实能看出来 时代变了 到这ARM阵营的制程工艺 终于是和X86这边平起平坐了 这时候复杂指令集的复杂这两个字 就显露出问题来了 X86处理器能高效执行复杂指令 离不开比ARM更复杂的硬件结构 但是当制程工艺逐渐逼近理论极限的时候 结构的复杂性就会把这个难度再翻上几倍 举个例子 现在我和工作室的李小白 比赛谁能在同样尺寸的白纸上 画出更多的重复图形 谁赢了呢 就可以当一天爸爸 我画方形 小白呢 公平起见 就让他画出音立会吧 那这比赛还有比的必要吗 所以前几年咱们看到英特尔的制程卡出来 真不是他偷懒 而是X86制程推进的难度 真的比ARM大太多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终于被智能手机市场 养了起来的ARM架构 就可以在个人电脑市场乱杀了 X86的护城河 就是前面反复提到的历史优势 这道勾挖得非常深 今天ARM架构笔记本最著名的就是苹果了 但更早试试这块的 其实是微软和高通 Wintel劳不可迫的联盟是吧 浓眉大眼的微软 反手偷摸就整了个Welcome 比苹果这种外向人还快 早在2017年 市面上就出现了搭载骁龙835的Windows笔记本 但完成度并不高 当时这台电脑能稳定运行的 主要就是Windows自带软件 包括微软 Office三件套 但像工程模拟 编程开发 还有游戏 这些X86的传统优势项目 就一个都没发挥出来 大部分跑不起来 能跑的也是磕磕绊绊 从这也就能看出来 X86的这道护城河有多深 别说外敌攻不进来 内鬼想叛套都出不去 但早期ARM把Windows这么拉胯了 也和这种试水的态度有关 ARM精简指令级的特点 就是软件的发挥空间特别大 它的所有指令 都是固定长度的短指令 就看你软件怎么去组合 怎么去优化 真优化到极致了 把整个X86复现出来 也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这件事呢 工程量太恐怖了 也没有必要 不过呢 在ARM阵营拿到了更好的制程工艺之后 ARM处理器的硬件性能 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真有决心 好好写指令转译 把大部分X86程序的效率 在ARM架构上复原个七八成 还是能做到的 就差个投铁的 结果苹果就来了 当时苹果做M1的架势 真是吓死我了 Windows ARM就是试个水 苹果的玩法 那真是要么成要么死 直接就把整个个人电脑产品线 全堵上了 你要不说呢 还以为这是哪家创业公司 当然这种破釜沉舟的态度 也把事给办成了 苹果的Roseta 2 转译做得很不错 硬件和驱动 也下了不少功夫 甚至还整出了M1上开虚拟机 跑Windows 比正宗ARM版Windows笔记本 还稳定的赛博很活 过渡期靠着Roseta 2的X86转译 稳住之后呢 台积电5纳米制程 还有MacOS搭配M1芯片 连条优化的优势 就有机会展现出来了 整体效果呢 就是轻便 续航时间长 性能还强 市场对此给出的反馈呢 也比较积极 2021还有22年 苹果个人电脑的销量增速 都要高于全球PC市场 软件厂商看到之后呢 也开始陆续把程序 往ARM架构上迁移 比如全球知名的 苹果最佳开发者 微软 当然呢 还有Adobe的一些软件 像我比较关注的呢 还有虚幻引擎 也在给ARM架构做原生适配 这些在网上呢 都能查到详细清单 不过最有象征意义的 还是刚开头咱们说 Linux的创始人 也开始用上ARM架构了 具体来说呢 是一台M2芯片的MacBook Air 当然运行的是Linux系统 Linux在Linux5.19内核的 发布邮件里 讲了这件事 他说目前呢 他还是只是拿这台笔记本 做测试写写文档 并没有真正用它来开发Linux 但未来呢 他会让这台ARM架构的笔记本 成为他出差时候的主力机 并且呢 他也要用它来认真研究 ARM版Linux的开发了 这段话呢 可以说是给这波 由苹果推动的 ARM架构在个人电脑上的发展 来了个技术领袖的官方认证 不过说到这呢 ARM和X86在个人电脑领域的大战 还远远没有结束 甚至压根就还没开打 现在苹果干了这么多事 实际上呢 只是在城外 护城河的外面 刚刚暗影扎站 前面说X86的护城河 是Wintel联盟 从80年代一路积累下来的历史优势 这方面呢 苹果电脑 即使是在使用英特尔处理器的时候 也没和Wintel正面对抗过 像科学计算 工程模拟 还有大型游戏 这些Wintel的传统强项 两边呢 基本上没爆发过什么正面冲突 现在真正可能产生变数的 反而是城里的微软 微软这老小子呢 早先就不老实 跟城外的高通啊 没来眼去 虽然湿水产品呢 有点拉矿 但现在万一被城外吃着火锅 唱着歌的苹果一次击 认真起来了 那X86的历史优势 可能就真的要被动摇了 不过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呢 也是错综复杂 假如微软把护城河 真就填平了 领着高通冲了进来 那苹果马上就能跟着冲进来 更别说还有Steam 各类Linux 一直盯着游戏 编程开发这些戏本领域 微软一旦带路 这帮老哥 马上全都会冲进来吃习 真到那个时候 X86和Windows这哥俩 还真不好说是谁先被送走 另外更重要的是呢 这道护城河 可能根本就填不上 X86上传统工程 模拟软件的历史包袱 跟苹果这边的程序 可不是一个量级 2006年苹果电脑 从PowerPC 换到X86架构的时候呢 上面的程序 就经历过一轮迁移 但X86上的很多程序 可真的是从80年代 一路发展过来的 我不知道有的软件 会不会真的有 来自八九十年代的 逻辑或者代码 如果真的有的话 那真的太酷了 在修改前人代码 能有多怂这件事上 你永远可以对 程序员抱有期待 所以X86专业软件 迁移到ARM这件事 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 另外有没有可能 X86冲出来 把ARM给揍一顿的 说实话 这个可能性反而不小 现在总说X86能耗高 续航不行 这其实是被制程拖累了 X86阵营的AMB 用的是台积电的 先进制程工艺 续航就好不少 英特尔也不是白给的 换上技术出身的CEO之后 资源都在往 制程突破上倾斜 甚至还用上了政策工具 按照现在的路线图 如果英特尔再次夺回了 制程工艺的领先地位 这个劣势就能被抹平 假如接下来 微软也能睡醒的话 形势甚至可以逆转 前阵子我见过一个荣耀的笔记本 它就是给芯片加了一个功耗限制 系统不干活的时候 把CPU频率压下去 虽然跑分降了不少 但续航能多好几个小时 用一整天都没问题 假如微软大梦出警之后 能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方向 从系统层面 精准的控制处理器 什么时候频率降下来 什么时候频率上去 那X86的续航 绝对还有提升空间 就这个事 我也谈谈我对X86大战ARM的看法 主观上讲 我希望ARM可以大获全胜 但这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 我是软件工程师 而ARM假决的 就是我只给最基本的指令 做好应届实现 剩下的都交给逻辑和算法 从程序员的角度来看 这是个很清爽的设计 没有汗死在电路里的算法 广阔天地大有可微 举个实际例子 10月初DeepMind的AlphaTensor这个项目里 AI发现了一种人类未曾发现的 比现有方法更快的计算 大矩阵相乘结果的算法 矩阵运算是今天计算机运算的基础 你随便玩个3D游戏 跑个图的过程 可能就发生了几万次矩阵运算 假如每次矩阵运算的速度 提高哪怕1% 最后总的性能提升 也是很恐怖的 当这种底层算法改进被发现的时候 如果是精简指令级处理器 升级一下编辑器 升级一下操作系统和软件 就能感受到性能提升了 但换成复杂指令级处理器 就不一定了 有可能也是只需要升级软件 但也有可能没这么简单 下一代处理器做完硬件升级才能体验到 这就慢了大半半 今天在算法领域 有许多AI正在不知疲倦的做着探索工作 未来这种底层算法的新发现 只会多不会少 所以我会觉得灵活的ARM架构 更适合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这也是为啥我希望能看到ARM替代掉X86 不过这只是我的主观看法 如果真从客观角度来分析 就前面咱们落的那些来看 X86被ARM颠覆这种情况很难出现 要么是英特尔和AMD出于某种原因 自己决定放弃X86改做ARM处理器 要么就老牌工业软件 全被新一代产品替代掉 不然X86流失的就只是一些中间用户 市场份额很难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影响 反过来 如果英特尔能在2024年左右 率先做到两纳米制程 第一个进入i米时代 那X86反倒会一转公式 用经营多年的通用性和兼容性 把流失的中间用户再吸收回来 这件事的可能性 要比ARM跌覆X86大不少 至少这个是写在了英特尔路线图上的 所以主观上我支持ARM 但客观上我认为ARM很大撼动X86在个人电脑市场的地位 现在最有意思的 反而是去观察苹果在2024年之前 能抢下来多少地盘 会建立起一个怎样的ARM新生态 会不会有更多的ARM版生产力工具出来 会不会出现一个基于ARM的3D创作社区 这个过程一定会诞生很多新的玩法和机会 我也会持续关注 这些就是我的思考和看法的 ARM和X86的竞争一直是我很想聊的一个话题 这回这个大坑终于填完了 今天咱们先讲了什么是指令级架构 这玩意好在哪 然后咱们举乐高积木的例子 用人话对比了精简指令级和复杂指令级的区别 接着咱们就开始讲历史周期率 讲个人电脑是怎么选择了复杂指令级 智能手机又是怎么选择了精简指令级 最后咱们把这些信息汇在一块 酣畅淋漓地聊了聊ARM与X86 在个人电脑市场这轮竞争的现状与未来 今天我是过夜了 也希望能帮大家在饭桌上吹牛的时候提供一些谈资 我觉得今天是做到让咱爸都能听懂了 至少听个八声嘛 还剩下的几个坑 就是对游戏技术的现实应用 还有Transformer模型之后的新一代人工智能 这些都会填的 大家放心 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